说完了之后的话 那现在咱们来看一下 那你说我应该是拿到了这样一个回调的 这返回的这样的参数之后 我要去修改这样的订单数据 那我现在怎么去拿呀 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这个参数通通的全都给我传到哪了 传到我的返回地址了 那我在返回地址当中 如果我写的是这样一个页面的话 我写的是订单页面 所以也就是说 在订单页面当中能够收到参数 我就应该在订单页面当中 根据这个参数是不是应该去进行相对处理呀 对吧 那你说的 这个订单咱们如果放到这的话 是不是比较麻烦呀 原因在于你可以从用户下单 或者从我的订单当中直接进来 进来的时候呢 这里能够返出来的订单数据 然后呢现在来说 这样的请求呢 又是从支付宝返回来的 支付宝返回来的时候呢 要多返参数 而我自己直接跳转的话 是不返参数的 这样东西吧 我还得得进行下分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哪怕就说我放到这个页面能来 那你说这个页面当中 我什么时候要向后端发送请求 让后端把这个订单数据改一下呢 是不是还要去找啊 只有是从支付宝返回来的转转才说的呢 我才需要让后端进行一下 保存这样数据 所以也就是说 那我现在呢 回到的时候 我是不就可以不放到这页面了 放到这页面的话 这个逻辑比较复杂 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个过渡页面呢 就相当于说 你从支付宝支付完成之后 回跳的时候的呢 并不是直接给我跳转到我的订单页面了 而是跳转到哪个页面呢 我们再来给它造一个 这样一个支付结果的改式页面 比如说把它叫做pay complete 我们给它叫做支付完成的这样一个过渡页面 然后呢 我在这个页面当中 我就知道了 你只要支付到这个页面当中 是不是肯定会包含了参数啊 然后呢 我把这个参数发送给后端 让后端帮助我进行一下修改 然后呢 我在这个页面当中 最终再来给用户去展示一下 再让它能够去跳转到 跳回它那个页面吧 对不对 这样去做呀 所以呢 接下来咱们就做这样一个操作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给大家去说一下 当于我要去做成这样一个页面 好了 这个页面的话 我们还是在这个static当中的 来去造一个东西 比如说咱们在这里面拿一个支付来造呢 咱们就拿这个 比如说拿这个orders 我再来复制一下 它比如说叫做pay complete 我做成这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当中的话 然后呢 咱们把别的东西通通的都去掉 用不到 别的东西呢 都用不到 所以咱们把别的出去 都通通的全都去掉 去掉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去填充一些个相对应的算 比如说这种东西呢 就是支付完成 支付完成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支付完成的页面当中呢 比如说会给你去嵌入一个对应的button 然后呢 通过这个button的话 那你能够去返回你对应的我的定单页面 那个八重的话 咱们去写一下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应该返回的话 应该是使用A标签吧 咱们比如说就是A标签 HREF 自应的 然后呢 你去点击A标签的时候呢 这是回到 回到我的订单 然后呢 比如说咱们咱们在这里 再加上一个说明信息 比如说加上一个P 就是支付完成 然后呢 这里面是回到我的订单页面 然后呢 我的订单页面的话 咱们在这里面再听一下 对应的链接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Alders 应该Alders吧 Alders Alders 改动一下 然后呢 就相当于我们看一下 我们绑到这个用户 绑到这个厨房 让他跳转 说我在这里是不是改一下 前面就可以了 就应该是让他跳转到这个Pay Complete C-O-M-P-L-E-T 我这个地方是没展出来什么 A标签 然后呢 支付完成 应该是少结构了 结构的话 咱们给他找 放到哪个结构呢 比如说是麦的 麦当中的话 咱们放到一个DIV当中 咱们直接写吧 写一个DIV 然后回回来 咱们重新刷新一下这段一面 还是没有吗 哪个 我们看一下Source这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 最应的DIV Top Bar 但是没有 然后呢 接下来 少一个 DIV 回回来 咱们刷新一样一面 还有吗 少吗 DIV 这个DIV 这里面 然后DIV DIV DNV DNV当中 把它点开 哦 跑到顶上去了是吗 没有这样的一个样式 那咱们找一个这样的样式 咱们找一个这样的样式就好了 找一个样式的话 比如说这个Odus Container 把这个东西拿过来 我们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回过出来 后边这个GS是没有的 然后呢 咱们来修行一下 这里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啊 好小 就先这样凑着看吧 你再来看一下 这不是代表支付已完成 然后呢 点击的时候 应该就可以回到我的订单页面了 对吧 我们就拿这个东西来做一个过渡的页面 做这个过渡页面的话 那你去想的话 就应该是只要进入到我的这个页面当中来 我就应该是把对应的那笔订单的数据 是不是要去修改一下啊 那修改的话 应该是后端修改吧 我前端是不是根本修改不了啊 所以也就意思说 那就相当于你在前端当中跳转过来之后呢 这个参数对前端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应该说由前端把这个数据发送到我的这个plus数据的后端 然后呢 我根据这个数据来去把订单的状态就改一下了 是这样的逻辑吧 所以就相当于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好了 咱们直接先把前端的东西来去改一下 那咱们怎么去做呢 应该就是说 只要进入到这个pay commit的订支付完成的时候呢 就应该把上面那个参数直接拽出来 然后呢 放后端发送一个挺轴 让后端修改一下推啊 所以就相当于咱们在这边直接去写了 咱们在这边直接去写对应的script的标签 咱们先把这个前端写一下 写一下对应的这个tif等于这个tif 加副script 好 我们在这边直接去写 那就相当于 好 直接一访问的时候呢 我就应该首先把页面当中这个链接的参数拿出来向后端发送 那怎么去拿这个链接参数 还有印象吗 我们之前是不是跟大家去提到过 在别的页面当中都进行过封装了 封装过 是不是有提供一个方法decode呀 这个方法会给你返回的是解析之后的字眼罢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前来给我解析吗 不需要吧 你现在拿着什么参数 你通通的一概不用管 把整个的参数给我向后端发送就可以了 我后端的话就可以拿到完整参数 我后端再来解析就可以 所以相当于我们只要把这个参数提回来就可以 那参数怎么去提呢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去利用我们之前说的 这个方法里面是它也依赖于Docum的location的search 所以咱们直接去依赖它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边比如说在控制平台当中进行操作 应该就是Document的里面的.location 里面的search方法 里面的search 拿出来什么整个这样的参数啊 拿到整个参数的话 那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应该是 这个问号肯定不用带吧 后面的数据是不是会直接往后发呀 那你说我如果直接把这个参数发给后端 发送给后端的话 我应该在后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析啊 说是Guy的方式 或者还是说内容的这个code方式呢 你去讲一下我后端要做的工作是接触到这个请求之后要做什么工作呀 去修改一下支付的结果信息吧 所以修改的话你如果按照后端还是按照这样的一个readful的方式来说 应该是Binit of code的请求方式吧 或者最起码也得是Pode的请求方式吧 那这个参数呢要放到你的请求体当中 如果一旦放到请求体当中 那你说这种参数发送到后端的时候 它是哪种格式的数据 这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吧 虽然它并不是从表单拿过来的 但是表单格式数据是不是就是K等于Value 以后这个名字跟值啊 所以它就是表单格式数据 也就意味着说我只要把这个数据给你塞到请求体当中 好了 后端你就可以直接通过request.farm的方式直接去用了 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之前我给大家一起讲的时候 我说的表单的数据是不是就这种格式啊 你在前段中 也就是说你通过哪怕在页面里面去写这样的farm标签 seal了好多数据 seal了好多英文的框 然后你点击farm标签的时候 浏览器怎么把那个数据往后发的 它是不是也得转换一下啊 它不转换的格式呢 最终就是转换成这种格式了 所以我现在没有表单的话 直接这么去按照这个格式发的句 它就是表单格式数据 好那么现在看一下 那表单格式的数据当中的话 是不是不应该包含问号了 对吧 所以我得把问号去掉 怎么去掉问号了 这样有影响吗 它本身是一个字符传吧 所以可以通过这个字符传里面 有个substream吧 是会通过它呀 对于字符传来说 通过substream呢 来去截取之音的字符传 就跟你在pand当中 使用方括号切片是一样的 那它怎么去截取呢 我给你传一个参数 就第一个单数呢 就代表是起始值 从哪开始进行截断 那比如说 我应该是把零号去掉 从第一个下标开始吧 那就是下标为一 后面呢一直到最后 那我就必须在自己后面了 所以通过这样方式 看一下 是不是把零号去掉了 所以这是我要向后端发送数据 所以这是我要向后端发送数据 比如说就像data 就是ali 配的数据 我通过刚才这样方式 哈喽这个数据 那我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不会再把这个数据 给你转换成这样的一个接线呢 原因就在于说 后端拿到这个数据的话 这是最原始的支付宝的数据了 我就把支付宝的最原始数据 给你向后端发送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支付宝的原始数据呢 我要给它进行验证 是不是才可以啊 对吧 因为我们说过了 你只要是支付宝传送过来的 这个数据 只要是支付宝发过来的话 我们就需要给它进行验证 是不是真的是由支付宝发送过来的 有可能还是别人防冒发送过来的 那别人防冒发送到你这个结果的时候呢 给你传递一堆参数 但是这个参数呢 就有可能不是支付宝的 所以呢 我们要进行相对应的验证操作 所以我们在进行 为了进行验证的话 我们就保证支付宝的最原始的格式 根本就不做支付宝处理了 就以支付宝最原始的方式 往后面发送 然后呢 我后端拿到之后 我后端再对这个支付宝的数据呢 进行检验 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们就不再去做这样的处理了 所以这是我拿到这个数据 拿到这个数据的话 然后呢我就要向后端发送这样的请求了吧 那向后端发送这个请求的话 按照我们来说 比如说我们最终呢 让后端定义接口的时候呢 咱们就给它 以这样的 POOT方式来代表去修改这样的订单 新的一个支付结果了 所以咱们要去POOT方式的话 还得去拿一个完整的方式吧 阿扎克斯 然后继续写 所以呢 UIL 这个UIL呢 我们现在呢 还没有进行过定义 所以呢 咱们在这里面就直接先把这个接口呢 先在前端写好 比如说定义到后端接口的API 提线V V1.0 然后呢 对应的还是订单里面的数据 但是呢 我们向后端发送的时候呢 这里面可不可以带上订单面号啊 可以吧 应该是修改的是哪个订单的那个支付结果吧 是这样的东西 但是你看一下 在这里面我们有这样东西的参数吗 没有吧 但是你要注意虽然咱们没有支付宝蛋参数里面 它是有的 刚才书不给大家去看到过的参数里面有一个叫做trade 这个outtrade number 不这是代表人的参数变号啊 所以那我们定这个链接当中呢 就相当于不用再包含这个参数了 直接就往后发就可以了 相当于定的是订单里面的哪个税金的数据呢 哪个支付结果呢 应该是这个资源 其实是payment 是这样的一个支付的资源 这是对应的这个链接 然后呢 最新的请求方式type 对应的请求方式呢 比如说把它叫作为是pool的请求方式 让人家去修改这样的一个支付结果 然后呢 对应的还要去传相对的参数了吧 比如说我们这样去传什么参数呢 对应的应该是刚才这个data 这个数据是不是就直接把它拿回来 塞到请求题里面就可以了 对错了 直接把刚才的数据拿过来 然后呢 再有的话 content type 是不是采用默认的方式就飞了 默认的方式就是用表达的关注数据 再往下去走的时候呢 是不是还会 咱们既然是不同的方式 还要去处理那个heider吧 对吧 XSRF我们要继续处理的 所以heiders 我们往后面去写 对应的应该是X-CSRFtoken吧 那这个token的时候呢 还是从cookie里面去拿 所以咱们去找一个 哪个里面会有的呢 比如说是 login肯定会有吧 在这里面有 把这个函数拿过来 放到咱们的这个里面 我去定一这样的函数 函数定一下 然后呢咱们放到这里面 直接去通过get fookie的这样方法 来去拿起 CSRF的token的值 然后呢 向后端往外发 向后端往外发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 是不是还要去进行一下 相对处理操作 有回调函数吧 那说这个回调函数 还有意义吗 我们在这里面 需要给这个前端用户去展示 我是把你东西保存成功了 还是保存失败了 是不是不需要呢 我在这里面 这个页面只是 给起到一个缓身作用 你只要把你前面收到 之后把这个参数 发送给 我后端就回了 我后端当中 就是背后隐藏的 去把订单状态 给你改变一下了 而对于用户来说的话 他一般是看到这个页面当中 是不是一般都不会 感染链接地址 直接就点一下 回到我订单 就回过去了 对吧 所以在这里的话 根本回调函数 咱们都可以不用去写 就放到这儿 就完事了 好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 如果说你在这里面 觉得有交付效果的话 你再去写交付效果 实际上这里没有交付效果 也是可以的 咱们再往下走的话 是不是应该在后端当中 把这个地方来去实现一下了 好 我们在这里面 把对应的这个师徒 给去实现一下 我们要去定一下 对应的一个 比如说在这段 就是保存 罪务 这个order的一个 payment 结果 结果 result 保存 然后呢 订单 支付 结果 那对应的这条路径 刚才我们定义完了 应该是api里面的 road 对应的应该是 斜线 order 我们订单是单数 不是吧 咱们写的是单数 那就是order 里面的payment 请求的方式呢 my third 我们使用的是 who的请求方式 好 这是关于这样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在这一点当中 我们就相当于 要对它进行 获取参数 并且进行校验的吧 那获取参数的话 我们刚才说的 是不是参数 就是放到了 请求题里面 而且是以最原始的方式 发回来的 对 那我在后端拿的时候呢 就是请求 这个phone当中了 所以咱们从plus当中呢 再拿这个request 往过拿 从request的对象当中 往过去拿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注意 应该是不是应该 从phone当中往回答呀 那phone当中 往过拿的时候呢 拿到数据 phone就应该是一个对象吧 是一个字典吧 但是我们跟大家说 这个东西呢 它不完全是字典 而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只是flask封装 之后的一个对象 它用起来 是支持字典操作的 你可以通过干的方法 往外去拿 但它不完全是字典 然后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最终 如果把这个数据拿过来 比如说就拿到这样的数据 拿到这个数据的话 那它这里面是封装了 整个的所有的 刚才能够看到的 这些东西吧 拿到这些东西的话 那按照我们刚才所说 应该是说 把那数据里面呢 把它当中的这个sine的那个值 再证明它有这个sine值 我把这个sine值剔除掉 剩下的东西是在有益值啊 我要把这个有益值拿出来 再按照刚才我们给大家去看到的 那个签名的这个方式 按照这个签名的方式 来进行计算签名 计算完这个签名之后呢 再把我们自己计算出来的值 跟谁呢 跟它所传过来的这个sine值 跟它进行比较 如果是匹配的 那代表是成功的 这参数是有对的 然后呢 如果不匹配 代表参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应该做这样的方式 那这个sdk呢 也给我进行过 分装过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sdk当中 它在进行验证的时候 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还拿着这个blask 给进行一个演示案例啊 它就相当于 那这时候拿出来数据画 怎么去做呢 是在这个阿里配的这个对象 这个阿里配的这个对象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做的 在后端当中 一开始咱们创建出来的 这么一种对象呢 在这个对象当中 有一个方法 叫做verify 是专门进来验证的 那verify这当中 怎么去验证呢 要求的是说 我们给它传的时候呢 咱们要把咱们 所传过来的数据呢 首先给你转换成字典 转换成字典之后呢 我们再把字典里面的 sine值替出掉 替出掉之后 然后呢 把那个数据值 给它传到这个函数当中来 这是第一点 代表要转参数 然后呢 它会把这个数据值呢 进行按照 刚才我们所说的签名方式 计算 计算之后呢 它会做出来签名 那它做出来签名的话 跟谁比较呢 跟刚才阿里佩 我们传过来的 它所提到的这个sine 是不是跟它比较 所以就相当于 我们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需要把咱们 所接收到的 整个的这个数据值呢 先给它转换成一个字典 交给它 在转换成字典 交给它之前呢 还要把这个sine值提出来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那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你通过这个request.farm 拿出来东西呢 它实际上是 那么一个对象 我如果想要把它 直接转换成字典的话 去转换呢 farm当中有一个方法 我们之前是不是说过 farm里面 咱们只是说过 用过这个get方法吧 还用过getlist吧 是不是这两方法都讲过 那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true.deq的 能够说直接 它把这个farm的对象呢 给你转换成一个字典 那正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哪怕你忘了 那它这里面的案例里面呢 也是那么去做的 也是通过farm的方式呢 通过这个方法 把它拿过来了 拿过来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是关于发送过来的 阿里云的 阿里配的参数 支付的这样的数据 那这个数据的话 接下来呢 它相当于是 转换成字典了 我们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说 对阿里 对支付宝的数据 进行分离 对支付宝的参数 对付支付宝的数据 进行分离操作 怎么进行分离呢 相当于是说 我要提取出 sign签名值 提取出 支付宝的签名 签名参数 那个sign sign 我要把支付宝内计算的 那个结果 就是这个sign呢 提出来 然后呢 和 剩下的 剩下的 其他数据 我就要做成这样的方式 那做成这样的方式的话 这是一个字典 从字典当中 如果想把这个sign值 给你提出来的话 怎么去做呢 如果我不去进行提取 我进行获取的话 是比较好的获取啊 上面比如说 这阿里配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在写的 这是一个 数据 阿里配的一个字典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阿里配的这样一个字典 我如果不进行提取 不是 不如果 如果想要获取数据值的话 是通过Guy的数据 我能够获取啊 获取Guy的这个值的话 我把它这个sign拿过来 但是sign过来之后 你直径是把数据拿回来了 那这个sign 实际上是不是还在字典当中啊 如果想在拿的同时 在它从字典当中删除呢 是哪个方法啊 还有这样吗 是不是 泡谱方法啊 泡谱方法 代表是弹出的意思了 我既拿到值 而且呢 还会把这个值 从字典当中给它删掉 所以这是关于 支付宝的 阿里配的 sign值 是关于这样的值 好 这个值也有了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说 现在剩下这个四点呢 已经不包含sign了 然后之后的sign也有了 我就可以进行 见证操作了吧 那验证操作的话 还得是依赖于这个客户端 那好了 我们把这个客户端 拿过来 就是刚才 对应的阿里配的工具 这个工具还是相同的 放到这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们要去借助工具 工具验证参数 验证参数的合法性 所以那验证的话 就是直接通过阿里配 阿里配当中的这个客户 里面有个verify这个方法 然后呢 第一个参数代表是 除了sign之外 剩下的需要有益的参数 那刚才是不是就这个字典呀 把这个字典拿过来 然后呢 他会把这个字典的数据呢 进行签名计算 得出来他自己的签名值 然后呢 再跟谁比较呢 跟刚才阿里云 这个珠宝传送过来的 这个签名值 所以就通过这样的方式 这两个参数 现在能明白什么意思的吗 是交给他 交给他之后的话 那这个verify方法呢 会给我们返回来一个 结果 我们把它交到这道菜 result 然后呢 相当于是说 如果 如果确定参数是支付宝的 会 返回 真 返回处 否则 返回 假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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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 那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面 如果想要修改订单数据的话 订单是什么结果的数据 是不是得判断 它是为真的情况下 所以先判断 判断 订单的话 我刚才跟大家说过 它包含数据这里面 是不是会有一个叫做这个 AltTreadNumber 是我们自己的 那边号吧 所以我们现在先去拿下 订单编号谁呢 AltID 它从哪呢 从刚才阿里配的这个拿到的 这些点当中 我直接去盖它一下 对应的 它起的名字叫做AltTreadNumber 应该是AltTreadNumber 是它 我把这个订单数据拿过来 这个订单数据拿过来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在数据当中 进行一下修改了 所以咱们直接进行修改 那修改的话 刷一下 应该直接就应该是 这个Alt当中 怎么进行修改 在过里头是进行修改的话 Corel 然后呢 可以Filter 直接是Alt里面的这个ID 等于上面那个AltID吧 然后呢 后面直接就Update就可以了 Update 然后呢 我去修改一下数据 修改哪些数据呢 看一下Model当中 我们首先要去修改的东西呢 是不是要去修改一下 对应的这个Status 对吧 要把对应的这个Status S-T-A-T-O-S 要把这个状态给你改为谁呢 是不是改为 应该是咱们这里 再没做的话 支付反正是不是应该是 我就可以让它进行评论的 应该是Pay的 Pay的话 但是最终咱们是不是应该是支付完了之后 应该还会有什么入住啊 这种状态吧 那一部分的逻辑咱们没错 所以比方说 咱们支付完了之后 让它进行到代评价 然后呢 再往后走的话 那你去想一下 我刚才把这个地方保存完是不是可以了 但是 我回传的时候呢 有一个重要的参数 哪个参数呢 支付宝会把他所对应的 他会把他所对应的 这个 他所维护的那个订单编号 是不是也会传给我啊 那你说这个参数是很有意义啊 为什么有意义啊 如果哪天你查账 然后你说了 用户说我就支付了 但是你在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存放的 那个支付的编号 你怎么去查账 通过这样的状态能够查得出来吗 查不出来吧 所以就相当于我们应该在订单当中 如果用户一旦支付好了 我得有一个支付的凭证 支付的凭证是谁呢 支付宝已经把这个支付凭证告诉我了 他所维护的一个订单的 是支付宝的那个交易的流水账号 我是不是得记录下来啊 通过这个流水账号 我才能够去知道的 所以这个流水账号 我也得给记录下来 那咱们的订单数据里面 是不是没有这个东西啊 所以咱们少资断了 少资断 普通上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把他叫做trade 我们也把他叫做trade number 那他应该是db里面的column column当中db里面的 应该是 看一下 虽然是数字 但应该是这个支付伝吧 还是支付伝 然后呢 他对应的是64位的这个长度吧 最长的就是4位 但是有可能 日后扩展了 那比如说80位 放到这 好了 这地方我没有去举名的情况下 他是默认一开始 可以不诱传啊 就是默认是空的 所以这是关于 这是交易的流水号 流水 好 支付宝的 好 我们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那也就应该是说 我在这个地方进行更新的时候 是不是连着那个地方 也一块更新一下着 对吧 那咱们在更新的时候呢 连同的支付宝的 这个trade number number一块提出来 里面应该是get里面的 叫做trade trade 里面的number 这是支付宝的 支付宝的 天号 交易号 好 把这个东西拿回来之后呢 这里面也应该进行一下设置 应该是trade trade 里面的number 然后呢 它里面的值应该是刚才刚刚拿到的 trade number这样子 所以现在我要做这个地方 更新了 更新一下之后的话 是不是还会得有追应的 进行一下这个提交啊 应该是db 然后呢 db我们还没进入 所以呢 从这个iPhone里面 这里面再去提升下 db db里面的 .session 进行一下 commit的提交 提交之后的话 你再来去记录一下 提长 drlog 然后呢 是不是还要去追悟一下呀 db session .rope 这是关键的点 然后呢 接下来 那在这点的话 那你去相当于 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如果前端在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去做这样的回调环数 不管这样的结果的话 那你说我后端当中 可不可以就不用去管了呀 可以吧 也就相当于这个地方是对用户来说 是一种隐藏的环节 用户不需要去关心 我只是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你去触发一下我后端的接口 我把数据这个状态给你保持一下 就可以了 所以相当于 那好了 不管什么样的地方呢 咱们就说最终 就相当于我直接给你返回这样的信息 Error Number 比如说叫IT 代表我OK Error Message 所以呢 比如说也叫OK 好 就代表说 我这后端已经受到请求了 然后这局里面 到底有没有保持成功的话 是有这样的日志 能够去反猜了 所以 如果你觉得说 前端有交互效果的话 那在这地方呢 再去做对应的处理操作 所以是这样的 关于这样的点 好 好 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后端一显示之后呢 咱们让程序运行一下 哦 数据库 数据库 我还得去同步一下吧 数据库同步还有一项吗 BB 然后呢 migrate吧 migrate 加上-m 刚才我添加了一个叫做 这个shade numbers算呀 shade numbers算 这么看 然后呢 再应该是python 里面的manager 然后呢 db里面的upgrade吧 upgrade 升级一下 好 升级一下之后 回过来 咱们在里面 dsc 一下 ih里面的order trade number 看一下这里是包含了一个 gtrade number 它这里没有了 所以回过来 我们现在让程序去运行一下 python manager 然后呢 run server 让它去运行着 让它运行着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在最后跑这样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流程 我们再跑这样的完整的流程 我们看一下在咱们的 我的订单数据里面 这个 我的订单 我的订单当中这里面 是不是 我还改查 然后把订单标号改查 可以啊 右走后门是吗 把它改成 比如说是 44 哎哎哎哎哎 好 没有 好 回过来 咱们来去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之后 我在那里面去进行 去支付 好 在那里面去支付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我们要大家去先看一下 我要大家去注意哪呢 既然你做过支付宝之后的话 你就需要有一个细节 需要注意 就是关于手续费的问题了 你既然做过支付宝之后 就一定要知道 支付宝是有收手续费的 对 中参加收手续费的 现在来看一下 我的余额是多少呢 是23 221.498 我把它拿过来 放到咱们这里面先记录一下 比如说放到这个 note当中 我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我一开始的一个余额 然后呢 我回过来 我去进行一下支付 在这里面 然后呢 点击这个支付宝 放到这 然后呢 123456 然后呢 我这个支付应该是1200吧 所以咱们点击一下 确认支付 然后呢 回过来 123456 然后呢 点击一下 完成 点击一下完成 是不是会到这了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咱们的后端 是不是有收到的数据 说付宝的这个东西 我已经收到了 这个请求吧 然后呢 咱们点击一下 返回我的订单 返回订单当中 你看一下 这免数已经给我更新过了 已经更新过了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 对应的这个 select select id 应该是44吧 44-g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 trade number 是不是已经被我放过来了 这是官员里面 已经记录下来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时候的余额是多少呢 我的余额 咱们再来去刷新一下这个一面 是244 拿过来 你看一下 是多少 咱们在那里面 拿有计算器 咱们看一下 应该是 24414.29 减去23221.49 你看一下 大概是 只收到了1192吧 然后呢 它的费率是千分之六 它的费率是千分之六 我们下一个费率是千分之六 它们就行了 算了 等等 在不过来 我们下一个费率是千分之六 是千分之二 三 下一个费率是千分之二 下一个费率是千分之六